在那一页里面穿的 就更短了 就更短了 它就是一个sport bra这样子 所以会露一点点腰 然后它下面的裤子呢 是比较松的一个款式 工人裤那种 然后到时候我会把它塞到这个靴子里面 这样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高腰的 所以它也是拉高了腰线 可是你总不能只穿这个sport bra 然后上台嘛 所以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 外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套 这一个牌子 它其实里面有一款的衣服呢 是去年很火的一个电视剧 因为那一页里面 其中有一个音乐的声音 也是受了这个电视剧的影响 所以才有那个声音的配乐 在那一页的编曲里面 所以这一个就你问我为什么选这个来唱这个那一页 就有很强大的理由了 然后这件衣服 你会觉得是适合什么样的人 穿为什么这一次 就是觉得对自己来说 对我们提醒自己的什么特色 首先当然是我的身材会比较好看了 穿这样的一个显腿长一些的一个配搭 然后重点就是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感觉上面 它是比较现代一点的 也是想要穿比较松垮垮一些 就是因为你可以玩它 如果我穿的现在这样子去演绎那首歌的 那个感觉就出不来了 就看音乐的感觉 然后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感觉的舞台 然后你就去选那种感觉的衣服 不是说穿衣服都有各种风格吗 舒敏风 红克风 摇吻那些的 会怎么评价现在的私服的这一身 私服的这一身呢就真的很随意了 是因为天气冷 所以穿了个毛衣 可是我没想到天气冷 你们的棚更冷 我现在觉得我穿太少了 给下面建议来棚里的艺人 最爱的穿什么衣 我觉得你们穿羽绒服吧 对 对